消防队员以人力借拨的方式 把人从意外发生地运送出来上救护车 只可惜长辈板上的男子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出动消防局一销人员12名 并携带潜水装备前往 所以顺利将逆水者带离水面 但以欧卡 死者是静怡大学篮球校队理性队员才20岁 星期天中午他和队友和女性友人共4个人 一同前往苗栗南庄的苦花坛瀑布 两层楼高的瀑布水质清澈 因为近来网友疯传跳水画面成了欣欣秘境 理性队员和同伴一起跳水却不幸溺斃 去年他才获得MVP 如今命丧意外让球队非常心痛 空情直升机来回搜索另一起细水意外 发生在花莲 一名许姓男子到清水断崖的北端游玩 疑似遭到大浪卷走失踪 由于事发当时8位台风海上警报已经发布 风浪越来越大情况十分危急 案记巡逻组及申请空生机 赶赴失踪海域搜索 救难人员陆海空全面出动 希望赶在黄金72小时之内找到人 记者综合报道